好的,我们是清理者,这个职业的发展比较有意思啊 主要融合了原始的疑似模式拖动鸡腿的技能 还有就是黑手掌的老二,清洁工的清理技能 在之前的操作职业模组里呢,清理者只能清理 这里多了一个拖动鸡腿 但是要注意呢,不能带着鸡腿跳风管 天黑了,我们跟着队友阎明一起走啊 还小黑人了,队友里面有个隐蔽者 阎明是不是把我当成川原了 心里肯定想怎么出不了刀呢 好,报告了,我们两个倒霉蛋呢,一个川原没抓住 诶,这把怎么没了三个人呢,不对吧 我们两个内鬼都没有出刀呀 这把可能是有辩计者团队吧 弱水说林霄是警长,警长暴毙了是吧,干得漂亮 没让时间之主复活警长 他并没有注意到是小黑人了,我故意三风点火 说这把有时间之主吧,时间之主还等着回溯时间呢 这下可好了,你报告了,鸡腿全没了 全赖弱水,弱水心里过意不去让我们出他 诶,既然我们打不到人,我们就嘴炮一下 帮忙票出几个人吧 好,那看一下他是什么职业吧 其实也不赖他,在他旁边暴毙了,他肯定下意识点报告 但是没想到没了这么多人呢 好,他是个猎人 之前我们以为猎人被票呢,也能带走标记的目标 现在来看呢,只要开会呢,就自动解冲目标了 准备下手了,先破坏反应堆 我刚记得杨大善人在上面 还好还在直接刀了 每次他都落单被刀,好好反思一下 我们就大摇大摆来给他拖走好吧 拖鸡腿期间呢,刀人技能是无法冷却的 想冒充死灵法师,又骗船员靠近他把他给刀了 这个套路是不可能实现的 弟叔说执法 什么执法,执法谁了 队友饺子没了 他和杨大善人不是恋着吗 弟叔说没有发现他是倒着走吗 据说倒着走的一般是卡了跳风管的bug 刀刀要驱逐地说 刀刀都花花了,我们肯定要跟上呀 不管是真金掌还是假金掌 只要漂亮我们都不亏呀 入水不是说紧长刀到他吗 而且若是个船员 他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那这下感觉大部分应该会出地锁的 那我们就放心了 出错了刀刀背这个锅 他先说驱逐地锁的 我们只是在旁边生风点火 并不是主谋 看一下地锁是什么职业 好还真是金的 赚大了 只刀了我们一个队友就被票了 这时我们继续跟着队友吧 先把氧气破坏掉 下去找一找吧 看能遇到谁 我们的冷却也好了 怎么感觉从来没有人呢 是算了 应该都去修氧气了 好又拍灯了 估计他们这次要盘了 他们觉得林霄是炼制暴毙的 陈埃直觉是刀刀 刀刀生气了 靠直觉完成了滚蛋 陈埃问他第一轮的位置 刀刀直接说不记得了 刀刀不会又是爪牙吧 我们说隐蔽者没了 剩下两个内鬼不知道呀 想盘直接也要掂量掂量 言明是吓唬大家吧 他觉得还是有赌的 老刘扫描了 他们也看到了 要不出个刀刀给大家做个信 这局是挑战者还是变迹者呀 刀刀说挑战者正憋着呢 你怎么这么确定呢 昆昆怀疑我们 行吧 没什么证据我们棋票吧 现在这个局面 双刀也控不了票 有点难 就看避离者和爪牙的操作了 只要他们能刀一个人 我们和阎明再来个双刀 肯定就能控票的 不知道昆昆是什么职业 居然能怀疑到我们头上 我觉得可能需要把昆昆给刀了 来跟一下刀刀 看他心里有没有鬼呀 如果他不想让我们靠近 有可能是个坏的 一直贴着他 让他以为我们是预言家 正在检验他的职业 好吧 让他跑吧 我觉得刀刀应该不是好的 现在技能好了 阎明也过来了 我看到刀刀从右边过来了 破坏一下灯光吧 然后我们冲出去 把它给刀了 好 干掉了一个 现在我们把它的鸡腿 给拉到优师的右下角 这下应该没有人能找得到吧 我以为隐蔽者没了 没想到阎明是隐蔽者 看来没有毒怪了 我们赶紧找个其他地方躲起来吧 顺便还可以等一下冷却时间 诶 这个绿色被刀了 趁着现在周围没有人 那我们把它给拉走吧 好 获胜了 那看来那返盘阵营 已经被我们刀了 空棍是变阶者 刀刀还真是爪牙啊 刀我和林霄是链子 杨带三人是时间之主 还好趁着他做任务的时候 把他给刀了 史蒂夫是小丑 老刘是黑客 饺子是坏毒